今天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心理健康促进与自杀防治通试课程 倒数第二个主题 我们一样今天是用分组进行讨论的方式 来讨论跟每个同学都有关系的页眠的问题 我们简单的先讲解一些重点 失眠这个部分很想要先做一些调查 我们等一下会问同学两个问题 同学们也可以在重点回顾的过程中 先反思一下自己过去是不是有失眠的经验 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有没有失眠的困扰 第二个问题是请同学思考一下 你通常对抗失眠的因应方式会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重点回顾完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这样的调查 首先我想失眠这个主题 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在老师的研究团队里面 我们运用全台湾代表性样本 从这个是跨十年的一个资料 那在一般大众大概有两万八千多位的民众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性是相当足够 那年龄层从15岁以上一直到65岁以上都有个案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格里面 看到说这个失眠的一个比例 首先这个表一是基本资料的部分 我们看到大概个案数是各个年龄层都有 大概得各占15到20百分比左右 男女是1比1 那我想最主要要给同学的资讯是 各个年龄层都可能会有失眠的困扰 那失眠跟我们很多生活的一些 心理健康的经验也是相关的 比如说焦虑啦 抑怒啦 忧郁这一些 甚至是自卑 那从这个表三研究当中指出 失眠呢 它其实是跟这个焦虑跟忧郁呢 都是最强烈的相关 大概是有到三倍左右 意思是如果一个人 他是倾向于失眠的话呢 那么他的失眠症状跟忧郁以及焦虑的相关性 大概是一般没有失眠的人的三倍左右 那我们看到各个年龄层的一个区隔 从小于25岁到步入中年25到34 35到44 以焦虑为例子 他的这个风险比呢 从三倍 三点多倍 一直到二点多倍 那越年纪越大呢 他的这个失眠跟焦虑的显著性还是存在的 那所以以焦虑来看呢 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影响因子 那这个是有达到P值小于0.001 换句话说它是显著的一个变相 那同时自卑也是 那如果以两性来比较的话 同学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男性跟女性的失眠 是以年轻男性这个部分 他的失眠比例是相当高的 他的ux ratio这个风险比 可以甚至是到三至四之间 尤其是对于25到34岁年轻成人来讲 他的这个焦虑跟失眠的一个风险比呢 是相当高的 换句话说在年轻男性的失眠 可能会引发焦虑的可能性相当高 那么刚好是在 可能同学出社会的这个年龄层呢 就要很小心去防范这个问题 那在我们这堂课 其实教了很多有关心理健康促进的技巧 都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反思自我的一些 比较是正向心理健康的做法 那相信呢 如果在步入这个社会之后 在25到34岁这个年龄层 如果可以去预防这个失眠的困扰 那么这一些焦虑或者是其他 这个像忧郁的症状呢 想必是会 风险值是会降低的 那女性来讲 虽然她没有像男性高达4那么高 不过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风险比也有到3左右 那么忧郁呢 是在老年女性呢 风险比呢 慢慢是相对增高 但是到了65岁以上又下降 那所以失眠基本上 它是在各年龄层都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在美国呢 是有三分之一的一个盛行率 台湾的话呢 这个不同年龄层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说 失眠另外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是 它的定义问题 那有些人是属于夜间失眠 有的人是属于日间睡眠 因为睡眠品质不佳而导致日间的精神不济 那所以这个所谓的定义 同学可以再参考相关的一些文献 那除了在这边提到心灵工坊的参考书之外呢 我们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有李明明教授以及我呢 我们有出一个在国卫院的论坛 也有一本最新的一个书籍 也在谈台湾失眠的一个问题跟处置 那在失眠的盛行率里面呢 我们虽然没有可能没有到三分之一这么的高 不过我们台湾的这个安眠药的使用呢 确实是可能达到三分之一这么高 所以这个失眠的问题的处置 确实也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年轻人失眠最常见的原因 跟心理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形 那各位如果有看课前教材 可以发现在台大通事课程的 台大开放课程网的这个教材里面 这些数据其实是都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大家可以再去反思的就是说 假使以这个失眠成因的百分比来看 它这个Y轴是属于失眠越来越高的比例 那么越年轻的人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身体疾病逐渐随着年龄往上 但是心理社会压力是逐渐往下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可见在年轻族群的部分呢 心理社会压力是比较高的 这个其实是很可想而知的一个事实 那当然在身体疾病上面 如果有的话 它会对于失眠是一个加成的影响 那我们要去探讨的就是心理社会的压力 怎么样能够降低它对失眠的一个影响 那当然失眠是对于这个生理跟心理因素 都有影响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在处置上身体的心理的 我们应该是双管齐下 所以这个睡眠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去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 所以会有日夜节律这样的一个概念 同学应该在课前或者是很多的教材当中 都会去设立这个部分 那所谓调节生理时钟 就是告诉各位定时可以有一个早起 或者是你定时的一个规律的习惯很重要 你不一定要早睡 但是你的睡眠 你的这个日夜作息必须要是规律的 那让这个荷尔蒙的分泌也是规律的 那在睡眠当中 当然它对于记忆统合是有一个正向的帮助 所以该醒则醒 该睡则睡 这样的调节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真的到睡不着的情况 这个就是需要有一些的短期的一些处置 必须要介入 但是一般而言 如果我们可以去调整我们的节律 那么掌握一些 我们等一下下面要谈的一些重点 我想这样的一个介入是重要的 所以睡眠会出状况 我想常常对于不同的年龄层的人来讲 是不一样的一些原因 那以大学生来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感触 很多同学都是 大概都是一两点才睡觉 那作息的混乱或者是白天不该睡 那但是却拼命睡 晚上该睡不能睡 那这些的问题呢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身体时钟的一个建构 所以睡眠能量的不足 会导致我们警醒程度的一个下降 那么有些方法我想就是在于建构我们比较良好的睡眠习惯 同学可以反思一下运动是不是有帮助 那这边列出几个可能帮助睡眠的原因 确实是在能量的消耗 身体散热 日夜节律的一个改善 以及能够让你们更专注 这些都是运动的好处 那我想应该大家比较有感触的就是在于说 运动完之后 他可能身体的散热 其实现在夏天到了 那他可以启动我们 让我们晚上不会因为天气太热而睡不好 那可能也有人习惯在睡前洗个温水澡 喝杯温牛奶也可以增加睡眠的一个品质 所以这些是跟运动有关的一些原因 那这个是运动的一些原则 那不晓得同学们都是在什么时间去运动 这边提到是下午运动的时间是比较好的 那因为太晚 比如说你睡觉前三小时的运动 有可能会让你反而是触动你的这个警觉系统 让你更不想睡觉 那同时太剧烈或者是太勉强 这些可能都会对于个人的睡眠是有反效果 那有一些的运动项目呢 同学也可以参采 特别是在睡前的伸展 其实是会让身心比较放松 那可以搭配我们的所谓正念 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那一个原则 睡得快 醒来少 睡得好 睡得熟 这就是比较能够兼顾睡眠品质的一些方式 好 那助眠的放松法其实蛮多 那同学们今天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你们看看说有什么样对于 因应这个失眠 或者是促进睡眠品质 比较好的一些方式 或者是你们要延伸有一些的观点 比如说在呼吸放松 肌肉放松的做法上 同学也可以互相去思考 分享你们对于 这个这些放松法 对于睡眠的一些影响 那基本上就掌握这三个原则 调息 调身 调心 那所以在放松的过程当中 我们事实上掌握 我们在这堂课一直教给同学的正念呼吸 让你们能够专注 那让你们能够让身体得到一个松弛 还有就是心灵的部分能够平静 那这个是三大重要的原则 几乎所有的放松法都逃不出 这三个重要的原则 在我们临床上呢 其实会常常跟病人讨论的叫做 睡眠卫生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睡眠卫生如果针对严重失眠 也就是譬如三个月以上的一个失眠的现象 个案来讲 光谈睡眠卫生它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那真正超过三个月以上的失眠 当然这个是属于临床上需要医疗一起来帮忙的地方 那一般来讲大概同学的失眠都是在 不会持续那么久的状况 那通常同学也会试着用各种阴影方式让自己睡得好 除了安眠药以外 当然一些非药物的方式 同学可以尽量的去尝试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伸展放松 肌肉放松 那你不是只有做一两天 那这些的非药物的方式来搭配这些睡眠卫生的概念呢 它的效果才是最好 这是目前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那所以这一张投影片告诉大家的这个睡眠卫生的概念呢 它是需要去平常来建立一个习惯的 那同时如果真正严重的话呢 也不能只有靠这几个睡眠卫生的原则 它必须也要搭配其他的介入 它的效果才会最好 那我们看到一般来讲睡眠卫生 其实它有零零种种加起来有十几二十条 但是这边列出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包括像是身体时钟的调节 固定睡眠 固定起床 那让这个日夜节律比较固定 多接触光源 那让这个退归激素可以得到一个调节 退归激素下降的话 人的精神就会比较醒觉 就是让这个日光光照的部分来协助我们调节我们的这个醒觉系统 那同时第二个累积睡眠的能量 能够休息就是休息 但是日间多活动 不要补眠补太多 那一般来讲就是大概日间的睡眠 大概不要超过一小时 或者会影响到夜眠的过程 那第三个睡眠环境的部分 我想是很重要的 有一个仪式 每天的一个睡眠的环境的营造 然后3C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等等 那学习放松的技巧 以最后一些阻碍因子的一个排除 这个都是我们讲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 那复视呼吸其实它跟正念呼吸略为不同 正念其实是告诉你要专注在你的气息的流动 那复视的话 它其实就是强调 你呼吸的位置呢 是在利用你的腹部来调整气息 而不是透过你的胸部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方法上的不同 但是可以合并这个正念的技巧 来达到比较好的脑内飞的一个刺激 那我想在课前阅读 大家也有看到这个作息处方 那这个部分如果同学有试做过 你们可以去检视自己 这个所谓日夜节律的一个规律性 那其实这个作息处方呢 是在临床上才会使用到的 一般人大概很少会在日常生活中 去用到这个作息处方 临床上之所以用这个作息处方的目的 主要是要去检讨一个人 他为什么会有严重的失眠 那刚刚我们看到有一些的阻碍因子 从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出 阻碍因子有哪些可能性 那可以藉由跟医师的讨论 或者跟医疗团队的讨论 来克服这一些所谓阻碍你睡眠的一些因素 那所以如果同学自己有检视过 那很好 你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 或者是一周之内呢 这个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的不稳定 还有你会发现自己是不是 漏了某些的项目 比如说第八个放松练习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每天 这个日常的放松 作为你作息处方的一部分 那很棒 那代表说你可以开始营造 这样的一个正向健康的习惯 对你的心理健康的促进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请你把它放到你日常的习惯当中 那我记得同学在过去的课程 也有提到过晚上的正念 或者是在你紧张焦虑的时候 你的正念呼吸 其实是能够帮助你放松的 所以同学也可以试着把 这样的一个放松练习 把它纳到你的生活规律当中 可以固定在睡前或者是起床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我们就是固定来做 那就寝的时间也是一个重点 所以很多人可能写了这个作息处方 才会发现说 我好像都是很晚睡觉 或者是每天都固定 固定这个作息的时间 那如果有一个规律性那很好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其实 好像都很不规律 那可以寻求一些的改善的方法 那我想这一周我们围绕在睡眠这个主题 希望大家能够去探讨一些失眠的因应对策 除了安眠药之外 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那安眠药当然也可以是大家讨论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它跟我们的生理心理疾病都会有很大的关联 那怎么样的一些所谓心理健康促进的方式 是有助于我们的睡眠的 希望同学们这一周一样有广泛的一些讨论跟观点 那老师期待在过程中 老师会到各组来听你们的报告 那同时也期待我们最后四组的报告 那我的课程介绍就先到这边停止 呢 浅 在这边停止 到这边停止 在这边停止 但是 先下去再来再来 放了